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QQ杜,来自越南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道越南河内非常著名的菜 就是的美食 就是豆腐 还有这个是越南的米线 这是越南的米线 然后大家经常认识的越南米线就是长长的一条 但是呢,吃这种叫文乐门东的时候 我们更爱吃的就是这个米线饼 这叫文乐 也不知道越南在其他地方的同学认不认识这些 然后还有,吃这个当然要有豆腐 豆腐等待会咱们就切薄一点 然后就用,就是放在那个滚汤滚汤的油来炸 变成青黄色就可以了 脆脆的,像喷喷的 另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 当然了,这叫夏露 夏露 这是越南非常著名的 茫东巴朗 巴朗是清花省 越南就是靠中部的那边 北中部的清花省的特产 那是茫东巴朗 因为他们那边靠海 另外呢,还有一道香菜 那这是金锦 因为南语是金锦 中国那边,广西那边 我也看到 就是在那个广西大学的菜市场 西,就是广西大学西校园那边 西边那边 我看到有时候有阿姨去卖 然后这个是金锦 另外呢,因为这种 现在我都不敢生 就是直接吃 所以还吃不到蒙东的时候 我得先把那些 这个虾露 这叫虾露啊 就是先用那个 我们炸好的豆腐的油 放那个蒜头 就是越南的 叫什么是 是小蒜头 小葱头 这是越南的 非常香的一种 等一下我多碎 还有 加一点点那个葱 还有我很喜欢吃辣 所以我会把这些辣椒啊 葱头和蒜头就是多碎 然后就放在炸好豆腐的油 汤滚滚的 然后就炒 放这个下露 就是这样会让那个安全一点 因为担心如果下露 食品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是金锯 经典的金锯 等一下咱们就是放在这个鱼路 煎好的下露 不好意思 下露 煎好的下露 因为有不少越南人是吃不了这个下露 有可能是他们就觉得味道太臭了 很臭 另外呢 您可以 如果是各位吃不关的话 您可以用那个 姜油 来代替下露 如果是您用姜油的话 没那么麻烦 您直接用 但是姜油呢 您用姜油 您如果是放这个酸酸的金菊的话 或者是柠檬汁的话 那它有点怪怪的味道 不够地道 那这就是越南文道 蒙东的一些原材料 好 那么现在我就开始加工咯 然后呢 我们下车了 现在就有什么 呢 然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